我等你发工之后 我要去网吧报宿 通宵 去网吧通宵 对 就现在也没有地方住 早上快六点钟了 三妹 又在公司门口 差不多睡了一晚上 对呀 我们前面那个椅子上面也躺着一个老哥 后面那个沙发上面也躺着一个老哥 躺着老哥 昨天晚上那个 昨天昨天下午那个日节 你们做多个那个手工呢 做了一千多 一千多 对 现在现在也没钱了吗 对吧 没有 也不好搞 你们真搞的话 到时候看下吧 日节也不去的话 可能要找个长期的 找个长期的 真搞不是办法呀 对不对 看着也不容易 对 刚才猪猪不是转了你们25吗 对呀 等我再转你25吗 你们先去开个房 就看你嘛 确实也不容易 知道吧 反正 现在就是 是吧 反正我们也是正常朋友关系嘛 有什么事 刚才也聊了一下 20还聊了一下 行啦 现在还有 现在开个房还有 应该25的还有吧 25 到30的吧 还有那个房房租还没有给他了 还清多少呀 50块钱嘛 还没给他了 又还清50啊 嗯 还有50块钱还没给他了 然后压住身份证了 那一家一天多少钱 25嘛 25 做两天 两天都50块钱嘛 行 那我再装你母室 好吧 你们 等下再去 再去开个房休息一下吧 好的 好吧 好吧 要么就 就这样吧 先去休息一下吧 反正也一晚上没睡了 好 好了 好了 谢谢忙总 今天早上拍了一下商妹他们了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睡得很晚 看到他们在 公司门口的那个椅子上面 睡了一晚上 说实话 看着也挺可怜的 之前发生了些事嘛 然后我们也跟他们 唱所欲云的聊了一下 互相沟通了一下 所以说就 安排他们嘛 去干了那个手工活 让他们尽量自力更生 目前有困难嘛 他们说 清房租啥的 对不对 我们 也先给他们安排先 先住着嘛 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更生 如果他们可去干活 是吧 我们可以先帮他们租个房啥的 这个都可以 毕竟 也 弄死了 挺久的吧 算挺久了 也差不多 两个月啊 两个月快三个月了 就是照在朋友的角度啊 能帮就帮一下 后面视频的话 应该也不怎么拍他们吧 我感觉 就看他们自己怎么搞吧 反正 你说 他们要走 这个 自媒体这个道路啊 我感觉 这条路也没那么好走啊 还是希望他们 是吧 先干活 先存点钱 不然的话 确实稳不住啊 现在下午了 来看一下商妹他们干的怎么样了 就是做这个折纸盒 还是挺简单的 就三步 只要对称好就行了 刚才问了一下 他们做了 三千多个 商妹他们两个人 刚才发生了点小矛盾 现在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太难了 昨天晚上刚刚这个日节夜班 九个半小时 是给你发信件是转 转手机啊 你给我拿信件嘛 拿信件 又是没有手机吗 对 没有手机啊 是坏了是手机没有了 是坏了 我等你发路之后 晚上去网吧不休 通宵 去网吧通宵 对 就现在也没有地方住 对 那就是 没钱了 就去 刚入节 然后有点钱就去网吧玩 像老师这个意思嘛 是吧 对对对 睡觉的话也就在网吧睡了 你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个状态 行吧 那我等一下帮你换你现金 好吧 是 以后该干活就好干活 争取做一天 玩两天 没玩三天 四天 好 不然的话也 不好搞呀 现在已经7月13号了吧 对不对 马上又要到林底了 过得很快这个时间 是吧 好 好 那我给你换现金 好的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老张 从26号到现在 这份日节名单上面 你的名字就出现过一次 而且出现过的唯一 唯一一次啊 还被 那边给拉黑了 说以后不给你去干了 知道吧 所以说 稳得住没有 稳得住 还稳得住啊 不需要那样 今天的话 你就自己去吃饭好吧 我就安排你20块钱 因为有一个新的日节 是打包的 打包的你能做吧 也就在这附近不远 到时候我那种带你过去 好吧 去这家不要闹啊 我又说回来又说又拉黑了 好吧 然后我 马上安排你20块钱 你先去吃饭 吃完饭马上去干活 就是打包的 问题不到吧 问题不到 好好干好吧 希望明天能顺利收到你的消息 刚才11个小时 结多少工资 而不是说 哎呀老张又闹事了 就被拉黑了 我希望不是这样 好吧 行 去吧 你也是花 去一下 al饭